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时期的黑水村,月娥正在看着自己的嫁衣 意想着能嫁给心爱之人,月娥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 她的未婚夫叫陈汉,他们是青梅竹马 两家的父母也是好友,大家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月娥怀着美好的期许睡着了 此时她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亲那天,两家都是张灯结彩毫不热闹 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就在此时,门外走进一个邋遢的男子 有位村民说,大喜的日子,他怎么过来了 这样的好日子让这种人来,大家都觉得晦气 闯进来的男子住在半山腰上的窝棚里 人们都叫他赖三,别看他现在落魄 曾经也是个风云人物 他以前赚了很多钱,不过因此也得罪了许多人 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在回娘家的路上,被仇家杀害 那场面连捕快都不忍心去看 从此这赖三就有些疯癫 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话 村里人都躲得远远的 大家想将他拉走 赖三却生死力竭地大喊 月娥,你不能嫁给他 你会后悔的 他不会有好下场 虽然赖三被赶出去 可大家还是倒抽一口凉气 大喜的日子有人说这样的话 恐怕真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更让大家难以接受的是 赖三第二天就去世了 人们在他的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 夫妻恩爱三年近 或是临门无处躲 有人说 这不就是说丞翰两口子吗 赖三临死的时候 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想必他们以后都不会有太平日子了 村子里流言四起 很多人都觉得夫妻两人不吉利 他们都不想再和他们来往 眼见着夫妻二人在村子里待不下去 家里人就提议他们去城里生活 两人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背井离乡来到了城里 夫妻没有一技之长 根本没有冬假愿意用他们 这天两个人正在集市上找活 陈翰突然发现钱袋子不见了 一看那个小偷已经跑远了 他们只剩下这些银子 如果钱追不回来 二人只能留宿街头 陈翰去追 他很快就追上了这名小偷 而且将小偷制服 小偷嚣张地说 我劝你还是不要与我作对 不然你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时月娥也追过来 他听到了小偷说的话 他劝丈夫 我们还是算了 强龙不压地投射 陈翰确是个脾气倔强的 他不仅拿回了银钱 还将小偷打了一顿 陈翰得意洋洋地说 我就说他打不过我吧 不过他没得意许久 晚上的时候 小偷就带着一群人 找到了他们 这一次陈翰被打了 他全身都是伤 月娥苦苦哀求 求求你们不要打了 这些小偷都是有同伙 一旦其中有人吃亏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那群人见差不多了 他们就扬长而去 只留下月娥在原地哭泣 陈翰伤得很重 半夜的时候还发起了高伤 月娥请求郎中救救自己的丈夫 可郎中也是很现实的 你没有银子 我拿什么给你丈夫看病 我劝你还是赶紧筹钱吧 否则他怕是凶多吉少 月娥在城里无依无靠 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他决定 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 也要救丈夫 第二天他就跪在大街上 他一边哭一边哭求道 我丈夫病重 请求大家能够帮帮我 我愿意做牛做马 报答大家的恩情 看热闹的人不少 他们却没有人愿意帮助月娥 偶尔还会有几个人说些轻调之话 到了天黑她也没有筹到钱 月娥只能沮丧地回家 就在这时有位园外叫住了她 园外说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是个坚韧的女子 我帮你救人 后来月娥才知道 她就是城里赫赫有名的李园外 她有个儿子名叫李福海 李园外二话不说就拿出银子为陈汉治病 有了钱 陈汉的伤势大好 见丈夫没事 月娥去找了李园外 这个世道无力不起早 李园外肯定是有事要她办 月娥开门见山地说 您救了我的丈夫 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做的话就跟我说 李园外道 你真是个有智慧的女子 我还真有事拜托你 李园外的儿子李福海长得一表人才 而且还很上镜 李园外很欣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李福海得了一种怪病 他的双手突然不听使唤 李福海现在连拿筷子都费劲 他也因此自暴自弃 照顾他的丫鬟们都被他赶出来了 李园外很着急 他需要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照顾他的儿子 那天他见识到了月娥的坚韧不拔 李园外想如果让他照顾儿子 是不是儿子就能振作一些呢 不管行不行 李园外都想试一试 他这才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月娥救治丈夫 月娥不想欠别人的恩情 况且这件事对他来说也不是办不到 于是就答应了李园外 回到家他与陈汉一说 陈汉未免有些担心 他们都是大户人家 那家的公子又喜怒无常 你会不会有危险呀 月娥摇摇头 他只需要干好自己的事就行 其余的也管不着 月娥来照顾李福海的第一天 就遭到了他的打骂 就连送去的补品 也都被他打翻在地 你们都给我走 你们都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没门 看着一只消沉的李福海 月娥并没有跟他对着干 反而平静地讲起了 他们村里的一个人 月娥村子上有一位老汉 他生来就没有右手 为此遭遇到了家人的嫌弃 不过他却从未放弃 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做起了生意 最后居然成为一名有钱人 又娶了漂亮的妻子 月娥说 他也无所有都能逆风翻盘 更何况你还有这么大的家业 那么好的学问 何愁不能有所作为 李福海被月娥的话说服了 其实道理他都懂 只不过大家都把他当个病人看 小心翼翼地让他很难受 自此月娥开始照顾李福海 他们两个人相处的也算融洽 有一天月娥在收拾屋子的时候 他发现李福海的一只毛笔很奇怪 凑到鼻子上闻了闻 月娥当即脸色大变 月娥懂一些要理 这毛笔分明是被人做了手脚 有人将无忧草的枝叶渗到毛笔里 而无忧草是有毒的 接触时间长了人就会出毛病 李福海想了想 这只毛笔是堂哥送给他的 他用得很顺手 平时不用他写字 这位堂哥从小没有父母 李源外这才把他接到府里 长大后便让他跟着自己做生意 李源外没想到 他的一时好心竟然将自己唯一的儿子给害了 他当即勃然大怒 李源外的侄子李贵再三磕头 叔叔 侄儿侄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李贵跟着叔叔做生意 才知道原来叔叔很有钱 镇子上的人也因此对他恭敬有加 但他一想到他这么拼命地赚钱 到头来都是属于李福海的 心里就越发的极度 他觉得只有李福海 没有办法继承家业 那么叔叔肯定会把财产留给他的 于是他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 看着李福海用着自己送的毛笔 李贵很高兴 果不其然李福海的双手 很快就不听使唤 而李源外也更加信任他 正当他的计划顺理实施的时候 居然会被人给识破了 李贵恶毒地看着月娥 看得他心里直发毛 李贵被送进了官府 而找到病因的李福海也对症下药 他的双手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这天陈汉来给妻子送东西 他看到妻子和李福海有说有笑的 心里很不适滋味 回到家后陈汉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啊 丈夫的意思月娥明白 这时她在吃醋 月娥不以为意 她身正不怕影子邪 自己和李福海什么事也没有 当然月娥也没有解释 因为她很生气丈夫不信任自己 就是月娥这种不说话的态度 陈汉心里就越发的疑神疑鬼 几天后月娥回来得很晚 身上的衣服也很凌乱 问她发生了什么月娥也不肯说 陈汉有些愚慢 她便独自来到饭馆里喝酒 而且不知不觉就喝醉了 这时有位男子凑了上来 男子问 你可有什么烦心事 陈汉也不管是谁 一股脑地将自己的苦闷都说了出去 自从和男子聊完天后 陈汉是就找男子聊天 谈话的内容无非就是 自己的妻子整日早出晚归 男子说 你听过潘金莲的故事吧 别到头来将性命都搭了进去 陈汉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连忙问男子应该怎么办 男子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陈汉被吓得一身冷汗 男子说 斩草不除根 就永远是个有患 陈汉点点头 如果自己不心狠 可能妻子就成别人的了 月娥回到家 他看到陈汉打了不少鱼回来 陈汉还高兴地说 我今天收获颇风 回头我给你装点送给李福海 月娥感到意外 平时丈夫可对李福海不待见 今天怎么会突然这么热情了呢 不过他没有多想 他以为丈夫是想通了 这样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 第二天他就拿着竹篓来到了李府 正巧赶上李员外带着李福海回乡祭祖 这时陈汉却赶过来说家里的牛棚倒了 让他回去帮忙 月娥也很着急 他便将竹篓放到厨房 跟着丈夫回家了 等李福海回家后累得倒头就睡 半夜的时候他听到了什么声音 抬头一看居然有一条蛇正在盯着他 李福海赶紧拿起刀将蛇砍倒在地 而此时的陈汉在家里显得心神不宁 月娥看出丈夫有心事 月娥说 从你回来起就不对劲 你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休要忙我 陈汉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在心里也很害怕 最后想了想 还是和月娥说出了实情 经常与他喝酒的男子 给了他一条有毒的蛇 他让陈汉想办法带进李府 男子说 李氏父子两天后回乡祭祖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你的妻子将蛇带进府里 你再找个借口将它支开 没有人会怀疑你的 月娥听到丈夫的话后愣住了 她没想到丈夫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月娥说 谁可能这么帮你 如果不是别有所图 她根本不可能出手 你是着了别人的道了 陈汉很惊讶 他当时脑子一热也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想想事情有蹊跷 月娥接着说 如果她真的有目的 那么她目的达成后 第一件事就要杀你 我们赶紧去补救 月娥让丈夫去李府报信 一定不能让李富海出事 而她则去官府报官 李富海得知真相后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她没有想到月娥居然有个这么愚笨的丈夫 我很敬重月娥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你不该怀疑这么好的妻子 不过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等将事情解决了再说 两个人再去找月娥 却发现月娥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毫无疑问 肯定是那位男子为了不让消息走漏 才将月娥杀死的 后来根据官府的调查 怂恿陈汉的人 竟然是李源外的侄子李贵 李贵虽然被关见了大佬 可是因为他拿了不少银子给牙医 他又被放了出来 李贵对自己的计划 没有得逞而惋惜 他也恨上了多士的月娥 如果不是他 自己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正好看到陈汉郁闷地喝酒 于是他就怂恿陈汉杀了李福海 这样即使查出来也与自己无关 谁知半路上遇到了要告状的月娥 他索性就将李月娥杀了 然后逃之夭夭 陈汉如今懊恼不已 看来赖三当初说的没错 月娥跟着他真是大错特错 李福海安慰道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 你也不必太自责 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凶手抓住 陈汉如梦方行 不管等到何时 他也一定要为妻子讨回公道 从此陈汉便踏上了追凶之路 他风餐露宿只为了早日抓到李贵 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抓到李贵 只不过每次都扑了一个空 这天他又得知一个消息 李贵在一个山村落脚 陈汉赶紧赶了过去 他找到一个农家小院借宿 刚睡下没多久 一只雪豹就闯了进来 陈汉有些害怕 不过雪豹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雪豹开口说 这个李贵要来害你 你今晚上不要点灯 原来这个李贵果然在这个村子里 他前两天上山打猎 而雪豹就是他的猎物 如果不是雪豹躲得及时 恐怕现在他已经凶多吉少了 李贵竟然敢伤害他 雪豹觉得一定要给他点教训 得知有一个人正在追查李贵 而且李贵事故一引他来的 李贵好几次都差点被他抓住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乎他就想将人引到这里 先发制人杀死陈汉 交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雪豹就离开了 陈汉就在屋里等着李贵的到来 只不过他没有点灯而已 到了半夜时分 陈汉果然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 还没等那人反应过来 陈汉的剑已经刺了过去 只听到一个人的惨叫声 然后那人就倒地不起 第二日他将受伤的李贵 送到了官府 这时任凭他有多少银子 都无法逃脱惩罚 很快李贵就被判斩首 看到李贵已死 陈汉终于放心了 李贵还想帮助他 不过被陈汉拒绝了 自己的家都没有了 还要那些身外之物有何用 陈汉就在妻子月娥的坟墓前 盖了一个房子 他每天就守在妻子的面前 直到他八十岁寿终正寝 人生没有回头路 做每一个决定时 都要三四而后行 否则害人害己 做人要心胸开阔 不能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时间长了就容易钻牛角尖 从而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 人生豁达方平安 疑神疑鬼酿苦果 多行不义必自毙 事事算计是时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开期间 'res